初步诊断 你们的孩子因缺氧太久 雨血堆积在脑中 所以智力将会一直停留在六七岁当中 也就是俗称的 治疗 你目前的医疗是不可能的 非要说办法的话 除非他突然雨血清除 指不定能恢复 你们还是去看一下孩子吧 雨伦 雨伦 公司 准备提拔我做经理的 经理 你就是经理 如果不是你没有关煤气 还都会这样吗 喂李总 现在去公司 好你等我 你等我我马上就走啊 八哥 我 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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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7 7 8 8 9 8 你聽我說啊月娜 要是讓公司的人知道我有一個傻子 兒子的話 那肯定會影響我做經理的 要不我們把他們送到鄉下 或者福利院都是 是他害你還是個什麼 月娜月娜你聽我說啊 怪我先生 這是一致詞我們 要吧 許拉 好嗎 大海 我們母子二人 不会影响你生日 也不会耽误你的前程 我带着阿王走了 以后 我们就别再见面了 只是 我才 希望你好手带她 与蓝牛 我错了 都是我太糊涂了 любов 出一半 认识 我做得更活 Clearly 要卖我 难过 再说 你 自己 se 还没有 喝水果 哎呀算你有點良心等會啊 來 拿著 慢點 給你給小姐妹弄去啊 哎 方方 記不記得拿給你一張牌 記得記得 嗯 過馬路的時候要看紅綠燈 嗯不能讓吃莫山給的東西 該去 老去找回啊 媽媽再見 慢點 男妹子 哎 你說這周家的孩子啊 能跟安王在一起嗎 他們把殘女都收了 應該不會變了 我可清楚啊 周梁他媽 一直在給周梁介紹相親對象啊 我勸你啊 還是把那殘女家收回來 周梁那個姑娘是我看著長大的 應該不會 這人常說啊 害人之心不可有 可防人之心不可活呀 我知道 你是怕你老了 沒人照顧阿旺 想給他娶了媳婦 可終將 自在這一票 人品不太好吧 小林 你確定我老婆孩子就在這附近嗎 我確定沈總 有人在這兒看見過少爺和夫人 宇蘭 當年都是我意識不足 你在找黃道的軍呢 我找了你二十 大家一定會不會 我找你 都要了 我把你給家人 我給我 我也給你 吵到你了 叔叔 叔叔 你是谁啊 我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不是我父亲 我妈妈说 我的爸爸 已经到了天上 变成星星了 哦 我还要赶紧 给我媳妇送饭 叔叔 你也快去找你儿子吧 不好意思 让一让 山总 要不要留下少爷 不用 我亏欠他们母子太多了 他们不认我是应该的 明白 山总 我们在查少爷信息的时候 发现他有一个青年竹马的女狐狼 刚好在我们挪护集团 江总钓不成 媳妇 钓风集团上班 对 但是 我听周围的邻居说 那家人有些看不起少爷 整个大厦还有人敢看不起 我沈大海的儿子 李特助 你现在马上去告诉集团分部各负责人 这个叫周灵的女 是我龙腾集团未来的少奶奶 这 这鬼也不太好 没什么不太好的 我欠他们模子太多了 我一定要好好弥补 是 我现在就去吧 喂阿财 我找到你哥哥了 周灵 你那个傻子老公可迟到五分钟啊 周灵 静静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跟那个傻姓 那他为什么一直喊你小媳妇啊 他是脑子 那我看你你 正俩了 周灵 没想到呀 这么弄草 难道我吃回扣的事情被发现了 啊 张经理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啊 海草 海草 真没草 周灵 哦 可以后呀 将是周少奶奶了 对 刚才董事长亲自打了 宣布你的消息 这个消息就是 从今天在周灵 将成为农行集团的少奶奶 这张经理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董事长亲自打的电话 那我做 可是 可是我也没跟小沈总接触过 没有 哎呀灵灵 上次公司年会的时候 你不是抽了个二等奖吗 就是小沈总啊 亲自给你送的礼品 你怎么没接触啊 哦 对对对 我记着 那不就对了吗 啊 小沈总呀 在团会上给那个看上去了 但是这工作一直很繁忙 没有时间开口 但是这老沈总 一直着急抱孙子呀 所以 他就替他做了决定 你说 这小沈总 这次来咱们的东西 说这是啥工作 仔细想一想 那我这么巧思 我 哎呀还得周少奶奶以后多多提醒我 沈总 喂 喂爸 喂阿财 我找到你哥哥了 啥 找到我大哥了 就在出差这家公司 爸 您快点我去接他 我 我 我真的好想他 我真的好想他 我已经在路上了 好 爸 那我在这等你 对了 你大嫂也在分公司 叫周琳 大嫂也在分公司 好 啊 那这样 我先去见大嫂 他肯定知道大哥的地址 到时候 让他带我一起过去 好 我终于找到了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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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媳妇 吃饭了 不 求其他 小媳妇吃饭了 糟了 这个傻子竟然来了 不行 我不能让沈总知道阿望的存在 要是被他知道 我和阿旺有婚约 我少奶奶的事 就泡汤了 周琳 这个人就是你丈夫 他不是我的丈夫 但 但他一直在喊你小心 沈总 你听我解释 这个人呢 就是住在我家的一个傻子 因为智力有问题 没人愿意跟他玩 只有我有同心心 愿意陪他 没曾想 从那以后 他就像狗皮高傲一样 一直缠着我 一直缠着 对 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问同事 他每天 都借着送午饭的理由 天天过来骚扰我 丁净 你说对不对 是是对我 看到了 而且他送完午餐还不走 多次拉着灵灵 吃灵灵的豆腐 你真有这事 沈总 本来有些事 我是不想和你说的 但是既然你都看到了 我也就不瞒着你 他 他天天都尾随我 甚至 甚至有好几次 我都不可以 他差点脱回家 好在 好在有邻居看到 要不然我的亲白天 这个傻子 还真敢对你动手动脚 小徐凤 沈总 我哭了 你知道他是 居然还敢对他动手动脚 小徐凤 我肚子好痛 沈总 你可千万不要给你 周灵 你现在又记住 今时今 你的身份在这几个一样 对付这种人 千万 你越是写字熟了 你越是写字熟了 他就越蹬你自己 而你现在就要坐在里面 就是救护他 就要遇到他 看着你害怕的时候 就没怕他再对你多说 不说 可是 我知道你 可是你记住 我今天离不过好 你记住 我沈凯就不配走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沈 哎 男人最在乎的 就是自己的女人 被陪的男人 你这个时候 要是去劝的话 岂不再把小徐准走得也 确实 可是 没什么合适的 除非 不想当时拿上奶奶 不行 我要当 那不就多了 看生性表演就行了 啊 好 小傻子 你知不知道 这个人是谁 你知道 你连我大哥的音乐都看不透 这都是什么 你又不得了 不得了 就好好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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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董叫人分不道理 好快带我去 爸爸 爸爸来了 爸爸来了 今天就要从你的身份公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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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子 你给我看清楚 以后给我离他远点 啊 终于听到了 啊 小媳妇 我肚子好痛 你带我回家好不好 啊 啊 看来我说的话 我说话原来是没有 这下是傻子和草包 是一本人哪能处的 想 想 少 什么 啊 啊 我本來只是想跟一個家人的情緒 現在我看看 這些教學是不可 來人把他雙手都按住 沈總請 把他的雙手都按住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桌子 給我把他的眼睛 很軟的 啊總長這 你是龍了還是聽不見我說話 沈總 你看 您也是湯雲大蟹手不知死 您的舌頭 沒有必要跟您傻子計較 要不是這樣子 讓這兩個保安 傻子再打一頓 再撕就算過去 哎 對對啊總長 你這撞上去 你可撞死了 你撞死了 這什麼時候輪到你說話 我告訴你 我就是要弄殺他的雙手 只要他的雙手也瞎了 更不見證 就沒辦法騷擾著 啊 周帥來看 你可見居然沈總 教訓一頓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弄下雙眼忘了怎麼喝 是 不對 他忘了這個傻子要是瞎了 那就真的認不出 當時候他也不會騷擾我 更不會破壞我和沈總的婚事 張經理 我覺得沈總做得很對 這個傻子天天騷擾我 日日夜夜都承認 如果不給他一個教訓 要是以後我的青蠻女 我還怎麼加入沈家啊 聽到了 如果以後周琳有任何事 你負責任嗎 張經理 就是 我們女孩子安全啊 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這種傻子 哎 我可早就聽說了 現在市面上的男人啊 很多啊 都故意當傻子 就為了算法不做了啊 沈總 你千萬別受惹啊 哎 畢竟 你別說 你這一說 我倒覺得還真有這種可能 畢竟 他有的時候 又十分清醒 這麼一說 我還真覺得他像是在裝傻 畢竟 哪個傻子能找到這裡啊 既然你的裝傻成了 我沒有 我跟媽媽說 啊 還在這裏面 我告訴你 我真是著風 以後夠遠離走 你聽見嗎 如果你不乖乖聽話 別怪我心和酒辣 我再問你自己 我說的話你聽見 想 想去嗎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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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總 神總 這就是咱們龍夫集團交走分別的 給我抓 不要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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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住手 你 你來幹什麼 董事長來了 什麼 我爸來了 神總 你看董事長就要來了 你別動手 人家傻子滾吧 今天算你運氣 你以後再敢騷擾周琳 別怪我心和手 我拿走 周琳 你放心 以後這個傻子 再不回來送你 謝謝神總 要是讓阿旺這樣回去 他媽一定要找我麻煩 不行 我要去警告一下阿旺 阿旺 神總 我想去下洗手間 稍微化一下妝 畢竟 馬上就要見董事長了 好吧 去吧 神總 這就是我們羅副政府交手分部 董事長來了 大家鼓掌 爸 您怎麼 咱們公司就這些人嗎 不是 董事長 咱們江手分部是才成立的 所以還沒有張主任務 不過你放心 你誤會了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裡面有一個年輕人來這裡 年輕人 董事長 來來往往公司人特別多 不知道您說的年輕人 有什麼特徵 特徵 其實這個人不難 他就是個 其實這個人不難 他就是個 王子 對不起 看啥子 工作 既然沒在這裡 那應該就是在家裡吧 爸 爸 您說的人 是大哥 嗯 真的嗎 爸 大哥真的來了嗎 今天你家也是不可能 不過沒關係 爸現在就帶你去見他 行 爸 他趕緊走吧 不 你得先幫我去辦一件事情 爸 能有什麼事情 比咱這媽跟大哥更重要 你從這手去啊 你看我這一接動 都忘了 爸 我現在就去買這個 好 那我先去見你哥給你媽 待會兒我會讓你特徒把位置發給你 好 對 我有件事情 這麼多年了一直想 你說 就是當年我哥救完了之後 您是因為什麼才跟我媽和我哥分開的 您都麻了吧這麼多年了 現在應該告訴我吧 一切都怪我 爸 您就說吧 你別讓我著急了 當年 你哥為了救你 嚴重缺癮 導致 導致什麼吧 你快說了 導致 導致 算了不說了 爸 都到這個時候 您能忙我這麼多年 您就別賣關子了好嗎 好嗎 好在 不是爸不想說 是爸說不出口 爸會對你哥 會對你這麼不親 你 你 都過了這麼多年 再說了 咱們現在 至少還不是找回朋友 對 至少現在咱們找回他了 一會兒你去買禮物的時候 怎麼貴 怎麼買 千萬不要省錢知道了 放心吧 爸 保證還知道 哎對了 你哥的女朋友呢 您說的大嫂 他知道您要來 你現在去府房去了 要不這樣我今天就來回來 不用了 你一會兒告訴他 讓他明天跟他的家裡人來加一趟 好想問事 好想問事 小 沒有你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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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別別打我 別打我 別打我 我沒有打你 我警告你 千萬千萬不要告訴你媽 你在這裡被打 可是媽媽說騙人是不對的 什麼騙人是不對的 你要是敢跟你媽說 我就立馬搬進 讓你一輩子都找不到我 我不要不要 我不要離開小媳婦 不要我不要離開小媳婦 不要離開小媳婦 那你不想離開我 你就聽我的話 行不行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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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 不准說出去 還有不准喊我小媳婦 要不然 我讓你一輩子找不到我 你知道了嗎 阿嬤 阿嬤 你怎麼在這兒 我 你這身上怎麼來的 我我不知道 沒人幫我弄上這兒 告訴爸 誰把你打成這個樣子 爸幫你報仇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山總 少爺要受死了 你不要再追我了他了 給我查 他我想知道 誰吃了雄心豹子 連我沙大海的兒子都敢打 不要讓我查得了 我要將他碎屍萬段 山總 我一定給你查清楚 但是現在首要的人 是安復少爺 阿嬤才是最重要的 好吧 那我逼你了 我把你回家 好嗎 回家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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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媽媽 天下的衝生 曬姿都大 也對饒不過你 哎 沈總 董事長呢 我幫他出去了 啊 那我不是錯過了 沒事 我幫他說了 你今天晚上帶你爸媽來我們家 咱們一起上台去吧 公司 公司 這麼快的嗎 快 啊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還沒有準備好 不過 不過我現在就通知我飯媽 好那我去準備下禮物晚上見 這麼久了 媽媽怎麼還不回來 媽 啊 啊 啊 你你怎麼 我 什麼 你成了龍騰集團的少奶奶了 姐 這事你可不能亂看玩笑 那龍騰集團可是全國排名第一的大集 董事長更是大下手 你什麼時候成了這手 媽 你 這種大事我怎麼可能跟你們開玩笑啊 你們要是不信的話 那可以去我公司問問 整個公司的人啊都知道這件事了 哎呀 祖宗保佑 祖宗保佑 沒想到我們周家有照明日才可以 非華長大了 等等 啊 怎麼了小諾 如果姐說的是真的 那咱不加麻煩 什麼麻煩 哎呀 麻煩我妹的傻子呀 你摸 他們家可是給我早家的錢 這事如果強到沈家耳朵 那豈不是 哎呀 都硬過頭了 都碰我這事了 哎呀 那個傻 什麼好怕的 再說了 我當時就是想騙他一筆錢 那哥就沒想講 哎呀 錢 沒想不想公正 更好的是這事不能喊 大火的家最災一瓶水 那 那怎麼辦 我現在被你去退婚 你喜歡這 配婚 你敢管管我 這 我 誰 誰把你打成這個樣子啊 沈大汗 就算你不是這個兒子 你也不能跟他動手啊 這不煩你不誤會了 我心中的阿王還良皮 我怎麼可能打他 怎麼說是怎麼回事 那 不是這個叔叔打的 那是誰打的呀 是 我警告你 千萬千萬不要告訴媽 你在這裡被打 是是阿王自己摔摔倒 摔倒 阿王 你現在 開始學會撒謊了是嗎 我沒有撒謊 阿王 撒謊 走開了 走開了 玉蘭 你聽我說呀 他不想說 肯定用他的苦衷 我已經找人調查了 很快就知道凶手是誰 你就別為男孩子吧 就對了 我的兒子 會怪我 等不到一個外人在這說三道四 玉蘭 你是我一時糊塗 你糊塗不糊塗和我不管 你要關門了 你趕緊給我 知道了 沒想到媽和大伯哥 竟然住在這種地方 這些年 他們受得太不苦 我一定要好好的對待 瓜 大哥 我來了 我走走 我不會走 你們娘倆二十年 就給我一個機會 給我一個彌補的機會吧 你彌補 你什麼彌補 我有錢 我有錢 我現在非常有錢 你拿來想要什麼 我都可以給你們 給你們租最好的房子 給你們最好的生活 我還能 說了 你以為我當中立太景 是為了錢嗎 我 你不會我 你別說了 我當中立太景 就是因為 你覺得阿公是個傻子 我這輩子都發誓 會讓你和阿公再見面的 沒想到 你自己找上門了 也許都是命嗎 好了 你如果 真的想認阿公這個兒子 可以 但是 你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我答應 我都答應 不要說一個條件 就是一百零一萬個條件 我都答應 就一個條件 你說 你給我舉辦一個盛大的宴會 要求你所有的朋友 以及所有認識你的人 你要當中 宣布 阿公是你的兒子 是你沈大海的親兒子 你不敢的話 你就給我管 你帶著兒子說 我需要你來訪問 我答應 我全都答應 李特助 你現在去通知整個江省不 是全國所有權貴 你和我有關係的人 三天後 我要在江省舉辦一場盛大的宴會 這時候我就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 如果誰敢不來 全力奉下 對面 我立刻拖著下去 三大 我就來門拉上 我有點私事要處理 你來 神總有命 月娜 就是ATE 以前那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希望你和阿公能夠原諒 你 叔叔 你不能這麼跪著 媽媽說過 男子和大丈夫 只能跪天跪地跪父母 比勒 你要是不原諒我 我就一直不起 媽媽 你 你 你起來吧 月亮 你原諒我了 你什麼時候 宣布阿王是你的兒子 我就什麼時候原諒了 沒問題 只要你們能原諒我 我什麼都沒問題 喂馬財 爸我到了但是大門是關上的 你在不在裡面我在裡面 我現在就給你開門 阿財 你 是 小財嗎 對 是我們的小財 是我的小財 小財 媽媽來了 媽媽 我不能開門 奇怪了 我哥家里怎么没人呢 能不能是我爸给错的地址 这不应该 这就是我哥家的地址 小龙 云亮 会来 你们怎么来了 这是我的 未来 有什么事情啊 我们华家在说 我还有事要处理 你一個賣麵的底層人能有什麼事 那你又是怎麼大人物啊 傷口閉口底層人 黑 老公子 我們說話關心 消息 南口無言會 又沒有票呀 老子都沒有票要關你什麼事啊 老公子 大海 你這個事情不要你來信息 貴郎 你有什麼事情就直接說吧 但是請你不要侮辱我的客人 我兒子是什麼人 他還沒到你這個人來說 哎呀媽 你就直接聊正事 別跟他們扯一些 好好好 媽的不正事 新疆的 我不想跟你廢話 今天我來這裡就有一個目的 那就是廢話 阿 天婚 不要不要不要天婚 不要天婚 我不要跟小媳婦 我還要跟小媳婦在一起了 好好 阿媽 阿媽不哭 媽媽不會讓你很小媳婦分開了 啊 阿媽媽媽媽媽媽你來 你也不照顧住了 我剛才說的是 你能不能讓她那邊說對誰呀 你我誰不知道 阿芳從此就喜歡你家靈靈 你當著她的面說這些 心裡能好過嗎 你這傻子 你去好過不好過 我不想吃你做廢話 你趕快把先生處拿出來 我就當著死掉 你這傻子 慧蓝 我知道 我们家安妄配不上你们家里 可是我求你 可怜出来这个孩子吧 这有些事情 我们再度聊好不好 放心 这种事 要说就当面说清楚 免得你到时候不认账 孙龙 灵灵 慧蓝 我们十几年的年纪 我记忆 那到你们还不信吗 这件事情 我们晚上再聊行了 不行 现在就让你来混费掉 回来 我最后再说一次 这件事情 我们晚上再聊行货 妈听不到人话是吧 我妈说不行就不行 那我要扶退了 你怎么算的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不退 要换做以前 我还能派你孙龙 但是现在 不能不退 什么意思 反正有件事情 马上就要公开了 我也就不瞒你 火家女儿周灵 马上之后 跟上次头变凤凡 成为大夏首富 沈家的大上奶奶 又比这个身份 你敢不退婚 叫你吃不了 要先走 对 你们现在得分 可不是我 而是大夏第一 豪蒙沈家 豪蒙沈家 哎呀妈妈 弟你们就别说了 江阿姨 我很感谢你当年帮助我 但是演讲的事实就摆在这 即使我没有成为沈家的上奶奶 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嫁别了我 不过你也别想我说话难听 只能说 你当你儿子是个傻子 放肆 我儿子不是傻子 你儿子 爸 他 玉兰 这一句都怪我 要不是我擅自做 事情也不会发生 现在这 所以 聪明的是 交给 玉兰 我就说 你突然怎么厌信起来了 原来 你这个傻子 老了还姐姐呀 算 快 你敢打我 老公是你他媽敢打我嗎 老公 小阿姨 你過來給你找到的你給我找到嗎 再這麼口吱就來 一個個字全力刺 哎老公也 老公也不抓你 是別老子不心臭 老子當兵的時候 我沒吐聲嗎 麗麗快去叫你爸 你都快被打死了 他不是 趕快讓你這個老王八蛋出手 不然我就被嚇死你了 住手 不想 今天要是不收拾你 大人家都倒了去 快報到 快報到 再報到 喝吧 走 撒 老公也 誰能往這打我 救助你別走 老現在叫人鬧死你 好 我倒想看 有什麼人 喂 兄弟們不要欺負 有多少的代表人跟我過來 老陸先生 別給我蹲死吧 你走了不 沈總 喬琳 你怎麼會在這 沈總 先不說這個 我媽和我弟人人打了 您能幫幫我們嗎 什麼 有人竟然敢動你的家人 黃布 全部掛 沈總 出什麼事啊 有一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 竟然動了你們少奶奶的家人 少奶奶 哪個不知天高地厚的 敢動我們少奶奶的人 是 那個人在哪啊 啊啊在在那邊 周良一會兒你再錄 先要點 跟上 是 快來那點 你要小公別衝動 有什麼事情 我們要好好商量 別唱了和氣 剛才你這個野人 他我兒子的時候 你怎麼不求情 現在來求情 犯了 玉蘭 別跟他們告訴我 我沈大海這輩子還沒怕過什麼人 老子 四周臨頭還這麼少 不怕到時候 玩世 夠了 你要讓我們娘倆 你都安靜嗎 玉蘭我 我 這蝙龍 平成 就是一個混混 他要是真海南人 他還肯定要吃虧的 你們鬧了這麼久 不就是想要退婚嗎 行 我答應你們 不是不是不是我還要請小媳婦呢 好吧 閉嘴 不不不我叫我媽媽媽媽媽 這個是你們當年一家人簽的溫約 你現在把它還給你 但是我有一個要求拿上這個婚書趕緊 我不要趴進我們家一步 你先拿過來 你先答應我的條件 好答應我拿上婚書馬上就走 娃娃少少把婚書都拿過來 我不要這是我跟我小媳婦的婚書 我不要給你們 媽媽走了 媽媽 還給他們 我不要 我就要再小媳婦結婚 媽媽不要 好吧媽媽在最後跟你說一次 我說還給他們 不還不還 媽媽媽快回去 媽媽媽快回去 媽媽快回去 媽媽快回去 別用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自己壞管 行了 你們兩個人能不能快 莫莫提醒你給誰看 沒錯 快讓你的傻兒子拿過來 我再說最後一次 我再說最後一次 你看叫他傻子 你醒醒 我跟你們這樣 那你根本人都拿回來呀 我忘了 我媽媽不忘了 搞回去 媽媽 你不要 你不要 我就要 我就要我的小媳婦 我就要給他結婚 我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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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我的錯 啊 我們不都是 就別打了 不是 來 啊 izzen 人家嫌弃我去的傻子 能找到家里来退婚了 沈大海你告诉我 我能这么快 我能怎么快啊 好 妈求你了 把回书给妈妈 给妈妈好吗妈妈 妈妈 你不要 你不要 妈妈 听你的话 听你的话 拿来 妈 就是这回说 给你上去 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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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這下就沒有人阻止我姐家人好 有我在 你家 休想家人好門 哈哈哈哈 你以為你是誰啊 你算什麼東西啊 你有什麼資格在這裡大喊訣詞 老老闆你要不說話我差點把你給我忘 我兄弟馬上走 但我要看看你吃 哈哈哈哈 這婚姓我都憋你嗎 你們怎麼能突然反而呢 什麼串二發 我走不代表我兒子要走 他這麼大了 他要幹什麼 我咋管得了啊 你 你什麼你 我們老周家就這一個寶貝兒子 平時我跟老周 你我 在這個寶貝兒子 老周家已經在寶貝兒子 你太老了 你再看我 你老周家 你幾個 你怎麼不算啊 你們 你也許保護我 這樣 你只要答應 就是 我也不覺得 什麼條件 我要你 兒子還有他 現在立馬位在我面前 給我磕頭人 今天的事我就當沒發生 什麼 上 搞東西 沒用 那就別怪我心疼死了 到手看看 我心疼死了 上來 幫忙好幾多久的 到了就在那裡 沒有了 那你還滿去 走 好有種 兒子別給他客氣 那會兒來人 你會往死裡打 媽 放心 待會兒我好好收拾他 小龍你別衝動 我 我 要不這樣吧 蔡李千 不用退了 你們走 你們走好不好 別啊 蔡李千我一封不捨的還給 我 我還要給你們雙胃 免得你到手 但是這個老東西打我的事兒 今天要回家道歉 你一碗 我 灰蘭 灰蘭大姐 我們十幾年的感情了 你能不能勸勸小龍啊 勸 你憑什麼勸 我兒子被打 我不管媽媽也就算 我還來他報仇 我還配當這個媽媽 蔡大姐 你救我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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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你救我大姐 你救我大姐 月蘭 別怕 天塌下 聽來聽著 老東西 你嘴是真他媽硬 腦子待會兒不把你嘴打了 腦子不信救 沈總 到了就是這兒 是吧 那個 做錯 感動少奶奶 又會跟他打 是 哈哈哈哈 老東西能死吧 我兄弟了 沒事沒事 沒事 慢慢來 沈總那沒關 沈總你快出手啊 我家人肯定是在裡面 受到了威脅 沒急 立刻都把門後 鼓吸血在快 沈總 立馬 我說 我給你打了 我找死 哎 哎 先信我 你真的不用怕他嗎 我愛 你快跑 我愛 誰不見得我大姐 月蘭 啊 叫我放狗粮 我 月蘭 我 啊 啊 你可不可以到那兒跑 你 我 我不太難了 月蘭 我打 我打了你 你上海 啊 想跑 做夢 月蘭 相信我不用跑 真的不用跑 快來 快 月蘭 我了 我 算了 如果在這裡有一個月蘭天堡 不如趕著過來 趕著那個人 只要不知了 好不好 你在這裡等我 把人過來 媽 小龍 你們沒事吧 周六 這就是你的家 對 這位是我的媽媽 這位是我的弟弟 媽 小龍 這位就是 沈家的大公子 哎呀 你貴是大戶人壓出來的 一表人才 行總 您怎麼來了 我聽周琳說有人欺負 所以就帶人過來保護 啊對 行總 你看這把我打 讓你去 好 嗯 啊 小董 怎麼了 你現在去公司安保部 把所有人找過來 有多少叫多少 快去 救你 小董 您看什麼呢 又是 早上教训 非要让我死了 别相信 不怕 不怕 教训 刚才我跟沈总说 阿王是个面太 所以沈总就把他教训 哎呀 沈总 你可得替我见做主啊 你说我们好心来看他生事 他不由风说的 把我打了一顿 还搞了个野男人给他撑腰 放心 今天有我在 肯定会给你教训 动手 小小 我都不冤不冲 你不要救他老孩子 凭什么 就凭你儿子肆意毁坏周琳的亲爱 这个高度 你学校对 这个 这个 是三小医院的死在这里 我看不看 能活该 给而无线的话 可以去医院看一支 就算你儿子他不是猪姨 但是 statement 我怪周琳的亲爱 这件事情怎么这么 变捺 你 想問你 我還是怎麼回的他 你這個 整天喊周靈熙 這不是很乖 這是什麼 怎麼不問他 我還是 為什麼喊他習慣 你不敢說是嗎 讓我聽你說 我沒 周長老在幾年前 就讓我回家親民和會員 說你是 對 對 紅衣月 沈總 我不要忘記起床了 正因為這個事情 我們家兒子 才打開叫小媳婦 她說的是真的 我 爸說過周裡的丈夫是我哥 如果他們家有名字的 那其實是說 這個是他 這個事情就是我的你放屁 沈總 你可千萬別為個死老太不給騙了 他不是說有婚約嗎 那我倒想問問 婚書呢 對 你既然說你有婚約 那麻煩你把婚書 如果你真的能拿出來 我今天 你別管 但如果拿不出來 你別管 我可千萬別 你無敵 沈總 你看拿不出婚書 惱羞成怒了 你混蛋 剛剛你強套婚書 剛才少了 這個就是鄭族 看來這個婚書也是 不是 動手 哎哎 那不會 那老大 我沒有 啊 我沒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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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是 姓氓 不是吧 不是你都在看我来 我好像很想这一轮子 很想这一轮子 我好像很想这一轮子 我好像这一轮子 啊 人已經到齊了好跟我去救了快 是 是 啊 啊 什麼 啊 我 哎呦 哎呦 在弄我 你在跟你們拼了 你不要弄大事啊 你不要在弄我兒子 你給寫生意 寫 要不算了一會兒弄出人命 沈總我爹說得對 怎麼沒必要跟這種人拼命 不行 我今天要我謊話收拾你 事不怕休 哎呀沈總怎麼晚上 不是還約了您父親吃飯嗎 要是真弄出一身傷來 到時候也難看不是 等等等等沈總 待會兒吃飯再給寫大事 你挺時大呀 姐 你帶沈總先走 我留著善後 啊沈總 你看 你們母子二人給我記住 再不下次 你說拼命 讓我動你 沈總 那我們 約了再找 約了 周總 那這兩個人 怎麼處理 哎 處理 他不是想要拼命 那我就讓他沒有機會就拼命 什麼意思 弄啞他們 我要讓他們母子二人 再也沒辦法開口說話 哈哈 就 那這幹嘛動手啊 讓我動手啊 你別動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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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是 拿錢回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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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了 你放下 孩子是神 阿公阿公 阿公我起来 阿公 老公 孩子回来 天堂有 地狱无盟的财猪 说 什么敢打我 打你 你要是再敢给我满嘴喷嘴 我让你这辈子说不了话 你 愣着干嘛生 我死那个 你是不是我现在有声都 都是我把那个车开了 小东西 他要我上你全都 可罪我相信 这一切 跟我们没有关系 都是他全新负责的 成最小 你这是干嘛呀 你是不是糊涂了你 干嘛给这个老东西的 放肆 他可是我龙腾集团董事长 在这都说一句 我那么 他 龙腾集团董事长 长 龙腾集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怎么会是龙腾集团董事长呢 够了 你是不是帮你成功了 玉兰 你没事吧 没事 妈妈 妈妈被他们打了 妈妈我的头好痛 长福 我 什么是这 我们真不知道他是他主意 再说这都是 不是他 哎 你都是他这是我们干的 不不不不 沈总 都是我 都是我 我给您赔礼 我给您道歉 我给您贵一下 你不会以为 打了我沈大海的儿子 道个歉就行了吧 沈总 我 我打了我 我打了我 你 您打了 你打了 您打了 您就饶了我吧 您 您看得我 你看得我 马上都是一家人的面子了 您饶了我吧 您对一家人上婚宿的事 我曾饶过我的家人 师父 师父 我们口眼看人机 我不知道您的身份 我要知道您的身份 我拿着 可费你 也要我 不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就欺凌我的家人 这也无耻 怎么有点出行 白人 师父 咱们今天说 你俩 你知道孩子 知道 我一位师父 我想 我听到 我知道 你饶了我吧 我会不会 弟兄 你饶了我吧 但我在这 我说你别干嘛 你这都给我想 啊 那还 听见我 不要 你可怜他们的 他们可能可怜过你 回家 你們都是我跟公司人 你們怎麼會在這 是誰叫你們來的 可山哥 我們都是貝爾 如果大海是龍騰集團的董事長 那那剛才那個人 豈不是阿彩 說是誰指使的 你要讓他付出代價 十二大海 是周家的人 指使他們打的 周家人對 周家人怎麼指揮的動物公司的員工 他是龍騰集團的少奶奶 原來 趙虎 是周家人指使的嗎 對是周家人指使的 千萬不能讓大海知道 是阿彩對阿翁動的手 玉蘭 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以為周家的女兒真心實際喜歡我 那些 他只是想利用媽媽 沈總 今天晚上的宴會 你要不要取消 不好 繼續設議 我要讓周家人知道 他們燒的不是一隻灰水 是負面的富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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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總 你還是現在大少爺去醫院 今天晚上的宴會 我去取消 通知下去 被周家人送上停電 我要讓他們在明天的熱情宴上 生在停電 生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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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啊 啊 啊 你生 你生 還能做 你們幹什麼吃的 給我接著他 你媽快來啊 小龍 小龍 這到底是哪個全傻子 竟然把我兒子造成這樣 小龍 到底是誰把你打成這個樣子的 我 不知道 我兒子 這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啊 我幹活幹活好好的 那鄰居說快快快 你兒子被打成不成人樣子 但是我就送到院了 爸 你知道是誰打的嗎 我不知道 你這個沒用的東西 你讓他們保護不好 你們再別吵了再問問小龍 小龍 你告訴姐 到底是誰把你打成這樣的 嗯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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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傻子 竟然把你打成這樣 我絕對不會放不退一家人了 嗯 嗯 嗯 小龍 你別激動 你好好有力 我一定幫你報仇 嗯 兒子可能不是這個意思 哦 不是這個意思啊 哎呀 你看他可能不想報仇 摇頭擺給這樣子 所以我知道 嗯 靈靈 你發現什麼了 光憑阿翁那個傻子肯定不能把弟弟打成這樣 當時他們家不是有個野男人嗎 小龍的意思是 那個野男人帶了人過來來幫我阿翁出頭 嗯 對對對 那個野男人當我兵 他一個人打幾十個沒問題 不何況 他還喊人來了 小龍 你放心 媽不僅要找那個傻子的麻煩 還要找那個賤子的麻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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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琳琳 你看你弟弟 說他報仇 他就激動 咱們這個仇要不報呀 咱們 事不為人啊 媽 你放心 待會我就跟沈子說 一定要讓他們一家人 睡在睡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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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總 嗯 什麼 今晚家宴取消 好 好 玲玲 怎麼了這是 沈總打電話說 今晚家宴取消了 嗯 嗯 嗯 小龍都這個時候能不能別動我 我真的好煩 小龍 閉嘴 你們誰是周玲 你們誰是周玲 我 我就是 奉沈總之便 特付上三張宴會邀請 請周家明日復宴 先生 這 這是什麼邀請涵意 明日沈總會驗請全國權貴人 將會在宴會上宣布一些大事 大事 先生 這是什麼大事啊 這個 我現在曾騙報告 沒有人宴會 你不老就知道 會發生什麼大事啊 哎呀 還能發生什麼大事 難聽你玲玲 和小沈總共婚事呀 不要 肯定是玲玲的婚事 哎呀 你到底和小沈總之間 有什麼故事發生啊 沈家對你如此欺忠 我 我 一個老東西 你懂得什麼 我們家營利人 天生理智 就憑著長相 一個區區的小沈總 那還不是手套清白 你看 小沈總支持我說的話 小沈好像不太支持你說 什麼像不像 他是我兒子難道我不知道 我你什麼你 好好在這裡找我兒子 跟玲玲好好打扮一下去敷業 好的 玲玲走 嗯 嗯 沈總 孩子沒有什麼大愛 那就謝謝張遠程了 沒事沒事 沈總 那我先去忙去 好 玉蘭 阿王沒事 你不要太擔心 今天晚上 要不你跟我回家吧 不行 在你沒有認阿王之前 我是不會回去的 玉蘭 我已經通知下去了 明天就召開任勤大會 那就明天之後 我給你回家 好吧 那我就先回去準備一下 你明天記得一定要來 嗯 嗯 嗯 啊 媽媽 媽媽 媽媽你怎麼哭了 媽媽你怎麼哭了 是有什麼事情不開心嗎 媽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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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天开始 我们母子俩就有家了 真的 好往也有新家了 真不愧是江省最大的酒店 这也太豪华了 这就是沈家的牌面 还有这些人不一例外 都是龙国的商业巨头 今晚就因为沈首富的一句话 就齐聚一堂 碰巧见证我和小沈怎么婚式 沈首富亲死见证 再加上无数顶级权贵见证 过了今晚 我们周家才算真正的飞黄堪达了呀 妈 可惜这么重要的场合 小龙却只能躺在病床上 没办法来参加 都怪那个沈倒亡寡的臭事 下手竟然那么狠毒 灵灵 你千万不能放过他 放心妈妈 等我真正的成为沈家的少奶奶之后 你一定要那个傻子千倍百倍的还回来 灵灵 你快看 他们怎么来了 正好 这笔账还没算了 今天 好 孙孙孙 小媳妇 小媳妇小媳妇 小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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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住进医院 你别说你不知道 人不是阿旺打的 闭嘴 小媳妇 人是肚子生 连话都说不出来 你还在这回婚女生儿子 江阿姨 我知道阿旺娶不到我 你们一家人很不担心 但小媳妇是无辜的呀 你们怎么都塞那么重的手呢 阿无辜 你们知道吗 你们走后 他要做什么 他想把我和阿旺打成残疾 让我们永远说不出话了 江阿姨把过错推到受害者的身上 你们怎么那么无事啊 没错 我家小龙怎么能干这事呢 分明你是先害我儿子 我不先 回来 我告诉你 阿旺确实没有打人 至于那个小媳妇 从那个样子 都是他骄游自取 好吧 你这么说我儿子 你这个贱人 掏死了你的嘴 不要找我妈妈 不要打我妈妈 不要打我妈妈 回来 我是不是完蛋 再给你算账 阿 阿 妈妈 妈妈 你 快来 确定 在这里跟我动手呢 你 确定 确定在来给你动手了 我告诉你 今天我把你两个 打在你个内骨 我给你没完 住手 吃 干嘛 买 还要 回来 毕竟 陈总 你 團 确定 你要是再不来的话 我们一家快被欺负死了 谁敢欺负你这么大胆子 还不是他们一家 又是你的 昨天我们离开之后 这个傻子就把小龙打进了医院 到现在都无法开口说话 他亲爱的一定会说 谁给他打字 沈总 我就是一个宝贝儿子 你得给他做主呀 您放心 我今天不会认识白白手机 一个手机 都是大不了天 原来周姐了这个 我没我没有打小龙 闭嘴 我今天就让你永远说出话 练着一切话 你不能动他 这真是个笑 在整个江上 还有我身材不敢打你 叫什么 要不然连续一起打 我要打我 小瘦子 你给我听好了 今天我要打你 谁的老子处 不要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不要 现在知道还不 我拉 不要 你不能打他 你以为他是你哥 沈总 调查清楚了 大少爷身上的伤 是 是二少爷打的 什么 你那打是你哥 你看一下 甚至昨天那些保安 也是二少爷救过去 想要对夫人他们 夫人他为了不影响你们父子之间的感情 就没说 就没说 叫人打打打亲妈和亲哥 好 好 好 马上叫人 把那个沈总给我丢出来 不是 因为他是你哥 我说八道 他是沈总的哥 你岂不是 是沈总的母亲了 小阿姨 你还真是无耻 这么别讲的理由你都想得出来 沈总可是沈家唯一的继承人 阿王一个傻子算什么东西 也配成沈总他哥 阿财 我也不瞒你了 阿王 阿王是你的亲哥 阿财 你说他是我大哥 你指着一个傻子说是我大哥 你是不把我沈才放在眼里 还是不把整个沈家放在眼里 不是 我不是 行了 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理由 但是你记住 你今天让一个傻子冒中了 已经触碰了那个底线 阿财 今天你必须要死 阿财 我没有让他冒中 他真的是你的哥 而我 是你的妈妈呀 我没听错吧 他说沈总是他的儿子 江阿姨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你就是一个卖面的 也敢自称是沈总的母亲 沈总的母亲 那可是全国最贴重的夫人 就你这个底层穷鬼 也不算不妞 照照自己 你背吗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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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王 阿王 你说你是我 阿财 你真的认不出来了吗 我是妈妈 二十年前 我带你哥走的时候 你才六岁 现在 都长这么大了 他就得是你哥阿王 他叫阿王 阿财 你是我弟弟阿财 你还记得你们两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孙年学生说你命里缺精 你爷爷就给你取了一个财 而我命里缺火 就起了一个我 你们两个 都是我的孩子 都是我的孩子 小沈总 董事长让您立马过去 你没听我就忙着了吗 告诉我 你说的是不是都是真的 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是你妈妈 我是你妈妈呀 哎呀沈总 你可别被他变了 没错 他是个什么人 我再清楚不过了 他就在我家隔壁卖面 几十年了 街坊邻居 谁不知道 他又怎么可能是你妈 可他能说出我名字的由来 还有名字是谁取的 我沈总 您的这些信息不说人见皆知 但稍微一查也能查出来 他们两个但凡敢冒充您母亲您哥哥 肯定是事情做了准备啊 沈总 难道您问了他是惯犯吗 昨天他还拿着坏书骗您呢 玉兰啊玉兰 你敢这样的表演 你放屁 杭村 他面面教训我的孩子 江阿姨 我劝您还是别再演 难道你的意思是沈总眼神不好 连自己的亲妈亲哥都认不出来 阿财 闭嘴 我是这么小的 你把绝望着我妈跟我哥 阿财 妈妈没有骗你 你们今天真的是死定了 来人 不行 小沈总 这点小事你先放放吧 东上那边吓死命了 让你赶紧过去 等我一回来 再好好收拾你 你们几个 本人给我看住 出半个车子 我让你更管大 妈 不能让他们再继续留在这了 可是 你弟弟的仇还没报呢 到底是我的人生大事中 还是帮弟弟报仇凤啊 哦 对对对 今天是你嫁给沈家的关键时刻 绝不能让他俩影响 相遇了 别说我不给你母子俩活路 你现在赶紧滚 一切 尽我不咎 要不然 痛 你怎么要赶我们走 老东西别给脸不要急 今天是神首富为武 生婚为武制定 你们有什么资格参加 为你 谁 为你正婚 没错 爸 发生什么事 爸 你打我干什么 我打你 我恨不得打死你这个畜生 到底做什么法 让你这么打我 我知道 你看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当年发生了什么 那我现在告诉你 你哥为了救你 智力受损 之上永远停留在了六岁 我哥 我妈 我哥哥 想起来了是吧 啊 你打的那个人就是你的亲哥 啊 这个那个人 是你亲妈 爸 你有没有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觉得我会认错 你妈和你哥吗 我 我对不起 我想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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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道歉的不是我 去找你哥 去找你妈 他们要是不原谅你 我打怪你的腿 好 我现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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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过后 我们周家将成为大厦顶级权贵 就你这穷鬼 连给我们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回来 我觉得你搞错了 今晚的宴会 根本就不是为你们家设的 不是为我家 那不是给你 今天这场宴会 根本就不是为你召婚 而是为我和阿娃举办的 是什么人啊 就敢说这种大话 这还看不明白吗 他就是从农村跑出来的疯婆子 估计啊 是想来捣乱的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就是不想让我女儿 嫁进沈家 故意在那捣乱 你真卑鄙啊 你不信 你让我信什么 让我信 今晚这场宴会 是给你母子俩举办的 你们费嘛 既然你说是为你们举办的 那你们的情景 不 我们没有情景 但是 什么但是不但是 没有情景 就说明 连处长的资格都没有 你们他是混进来的 他是不是疯了 就敢在这种地方捣乱 这是在打沈家的脸 沈家啊 不可能放过他 老东西连情景都没有 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保安 你们让这种人混进来 是你们的失职 现在立马把他们赶出去 怎么 我说的话不管要是吗 杜小姐 沈总只是让我们看出他们两个 并不是赶他们出去 事急从全 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今天可是沈家的大事 邀请了这么多顶级权柜 要是出点叉子该怎么收场 还有这两个人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俩是还反乱的 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 万一出了什么事 你们能负得起这份责任吗 今晚过后 我就是沈家的少奶 你们直观感人 至于沈总那边 我自然会去说的 行我听您的 这位女士 你们没有请柬 还请马上出去 不要扰乱会场秩序 你被人蛊惑 我不怪你 但是我想劝你一句 先去请示一下你们沈总市长 再决定 要不要把我们赶出去 请示董事长 还请示什么 我女儿就是沈家少奶奶 她说的话就是沈家的意思 确定不听我的话吗 不敢不敢 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见少奶奶的话吗 把这两个人赶紧给我赶出去 我干什么 你可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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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得不得不得 老东西 自己滚不行 不然弄到这种程度才能 你们这是坏人 放开我妈妈 放开我妈 你哪来了叫啥子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啊我没事吧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沈总 这位女士没有请见 我们也是听从少奶奶的命令 请 请他们出去的 少奶奶 刚来我现在说话的分量是不是还不如一个位 刚刚是谁打的 站出来 是我 哪只手打的 我给你哪只手打的 这只 你把他按住 快 沈总 我是听说哪有的分物 要把他们赶出去的 我听见发声 都把他支手打 沈总 我叫错你答应有大量你让我这次吧 放下去吧 怎么回事沈总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还能怎么回事呀 肯定是因为那两个捣乱的呗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没看到你们已经惹怒了沈总 带你滚 你刚刚说 你再说一遍 沈总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这两个底层穷柜 继续留在这里 丧了你们的眼 你丧了什么东西 这女儿不都算是沈董的亲家了吗 沈总怎么就这样打他 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 沈总 你这是干什么 你怎么能打我妈 打他 我现在恨不得杀了他 沈总 就算你再有钱 你也不能说杀人就杀人 而且过了今晚 我妈跟沈家就要成为亲家了 你不能这么对他 是啊沈总 往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怎么能打我呢 一家人 周梁 到此时此刻你还想了潘高知 还想了嫁进沈家 沈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周梁啊周梁 你把我骗的可是真惨的 我我我我骗你什么了 你给我解释解释 他是怎样的 你再给我好好解释解释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到了难道婚书的事 沈总已经调查清楚了 说不出来了什么 这这沈总你是不是不回来呀 我让你说话了 沈总对不起 我不该骗你 我和他确实有过婚约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他 反倒是他是这个傻子 从头到尾的缠着我 我是怕你误会 才不得已骗了你 从头到尾都是这个傻子 沈总 我都做什么了 你为什么要打我 你再喊他一句傻子 行行我现在就傻了 我 完了千房万房 还是让沈总知道了 都是那个小兔崽子 要是他们早点走 怎么会发生这事 可 我再来 妈 没用的 他们是不会这么容易让我加入沈家的 如果现在不能 这件事也迟早会让沈总知道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呀 看沈总生那么大的气 你们的婚事 还是丰了 杜丁 阿财 不行 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一次 飞黄同态的机会 我一定要打赌 我必须想办法让沈总娶我 沈总 你这是干嘛呢 说这么脏 你怎么拉 臭子 狗笔 我 我 沈总 他就是个卖店子 到底你是什么人啊 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跟他的关系 那我就告诉你 他 他就是我的 他就是我的 各位来宾 大家请安静一下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今晚沈董请各位齐居江省 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至于什么事情呢 就由沈董亲自给大家说清楚吧 到底是什么事啊 全国顶级权贵聚集 这场面从没见过 难道是要发生全球经济危机了吗 下面我们有请沈总登台 刚才沈总发了那么大的火 难道我们的婚事 还要正常进行吗 我明白 刚才沈总发火 估计就是想敲打你一下 敲打我 没错 沈总呀 只是不想让你跟其他男人 过多的牵扯 所以 忍住才发了火 但是呀 还有很喜欢你 这个婚呀 该结 还是要结的 这么说 待会我只要认个错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那是当然的 哎呀 你妈这活了大半辈子 还没见过首富长得啥样呢 今天呀 我得好好瞧瞧 怎么是他 竟然是江玉兰的野男人 把我家小龙打成那样 我们还没给他算账 他倒好提前来了 妈 报仇的是几天早用的 董事长马上就要上场 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不能让他在这里暴乱 哦 你个老东西 你怎么来这里 我再你滚 你们还真敢来啊 笑话 今天可是我女儿 跟沈家的联姻宴 我们为什么不敢来 联姻宴 这个联姻 可是沈董事 亲自设的 我们要是不来 就没办法执行 而你 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贱人 有什么资格来这 我没有资格 你刚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沈总 你有所不知呀 他就是 这个贱人的一男人 今天来这里 肯定是来到的 沈总 你打够了没有 我们家虽然穷 但也是有尊严 当时这么多人的面 一样再来打我们 真的就一点前面都不留吗 给你们两个留情 你们两个自己去配 好了 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正事要紧 知道了吧 只是上台了 沈总 你叫他什么 东省第一企业万安国际 恭请沈总上台 南省鼎月集团 恭请沈总上台 京都启航集团 恭请沈总登台 恭请沈总登台 沈总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沈总的父亲 你怎么可能是沈总市长 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 姐夫玉兰 怪不得你今天晚上有恃无恐 怪不得 沈总老是维护着你 弄了半天 你找到 狗大了那个东西长了 你的手段很高呀你 哎 你这个老 为了 为了阻止我叫到沈家 连这种为老独尊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这么见不到我好吗 你 会了 灵灵 你们到现在还以为 是我阻止你们和沈家联姻吗 难道不是了 你 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 就不会来这里搗亂 更不会勾搭让董事长 我沈大海经商多年 自然没有做过一件亏心的事情 但是 我却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更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二十年前 因为一场意外 我的老婆 对我的儿子 雷开了 我找了他们很多年 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 黄天不负苦心人 我终于找到他们了 原来沈栋还有这样的一段往事啊 看来这场宴会 应该是认亲验了 我今天 大家请过来 是想让大家 跟我一起见证 我的老婆还有我的儿子 回来了 玉兰 阿娃 这位 就是我的老婆 江玉兰 她 是我的大儿子沈黄 我们一家四口 分散了二十年 今天 终于传聚了 恭喜沈董 恭喜沈董夫人 阿娃 我 阿娃 他是我爸爸 他就是你的爸爸 阿娃 爸爸 爸爸 怎么可能 他们怎么可能是 沈董的 儿子和老婆呢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你现在还觉得 我的儿子配不上你吗 我 我看在你和阿娃 是青梅竹马的份上 所以 让人去龙鹏集团说 你是我沈家未来的少奶奶 万万没有想到 这么嫌弃阿娃 看在阿娃的份上 这怎么可能 不是沈总要娶我吗 沈总 你都是说句话呀 我不要娶你 对啊 你不是看上我了吗 但却因为工作繁忙 没时间开口 所以沈总替你做了决定 让我们结婚 我看上 周梁 你送个什么东西 你也不撒泼妞好好照顾自己 我要不是看到你跟我哥有婚孕的 相机 我多看你也不嫌合计 怎么会这样 我这样 沈总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知道错了 你原本是可以嫁给我们沈家做少奶奶的 但是 这个身份 被你们自己亲手告诉我 不要 沈总 江阿姨 我和阿王是有婚约的 我愿意嫁给他 你愿意嫁给他 对 我愿意照顾阿王一辈子 你们就再原谅我一次吧 你觉得 你现在还能嫁给他吗 换句话说 你现在还有资格嫁给他 沈总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两个孩子从小在一起长大 知根知底 阿王 喜欢玲玲 玲玲也喜欢他呀 对 我和阿王不将喜欢 你不能拆散我们 不 你喜欢我哥 你喜欢我哥 还要跟他退婚吗 你要是喜欢他 还会教唆我 让他对我哥动手 郑亮 我沈财自认为在商场上从来没遇到过任何的事 但是我万万的想 现在就被你给垃圾说 各位 我沈财今天就在这儿宣布 今夜过后 龙腾集团将会对周家全面赴赏 全国960个号 我让你们无议好 无议好可怜 就连要汉 都没有资格去 关安国际显应套招 风沙周家 启航集团响应号召 风沙周家 启航集团响应号召 风沙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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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封杀我们 沈总 我真的知道错了 沈总 你叫大人有大量 再原谅我一次吧 玉兰 玉兰打击 我们可是十几年软银居 原理也是你出现 看着长大的 求求你 就放了我们吧 不是我不放过你 是你们 从头到尾都不放过我和阿旺 事到如今 你们竟然说出这种话 阿旺 阿旺 妈 我们要怎么办啊 全部 所有的贵人 都复杀我们 周家 我们怎么办 妈 你先别急 我还有办法 办法 什么办法 与其嫁给神总 不如嫁给那个傻子 他更好掌控 你说什么 那个傻子不是喜欢我吗 林乐我不行 你就不信 我不管他们的儿子 今天是我沈家团圆的 在这个会场 不相干的人一律动 来人 跟我把这两个垃圾扔出去 难道 沈总 江阿姨 我们两家非要闹得这么僵吗 周梁 你要点脸性不行 你们周家能有今天的地方 完全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的 我现在不想跟你有这样这些 但我跟阿旺是真心相爱的 你想拆散我们 总要争取一下阿旺的意味吧 没 没错呀 玉兰 这都是孩子的事情 就让他自己决定吧 我们做家长就不要参合了 是阿旺的决定 你们看阿旺善良 觉得可以拿捏他吗 江阿姨 你这话就不对了 我和阿旺十多年的感情 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一提呢 感情 周梁 你要点脸信心 小沈总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过了今晚 咱们可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 嗯 你也配 阿旺 小媳妇 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 你过来 我 我 小媳妇 阿旺 你想不想娶我呀 想想我要娶小媳妇 我要娶小媳妇 那我嫁给你好不好呀 好好好 那你嫁给我 嫁给我 沈总 江阿姨 你们可看到了 你们的好儿子 可是非我不娶 好不好 你回来 我不要 我要娶小媳妇 要娶小媳妇 好不好 他已经不是你的小媳妇 你忘记了吗 我就都被他伤了 哥 他根本就不想嫁给你 这一切你都忘了 你快过来 爸妈重新接受 你快来 我不要 我终于要娶小媳妇啊 妈妈 你想欺负妈妈吗 妈妈 我本来是想嫁给你的 可是你爸妈根本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看来 你 看来我们没办法在一起 不哭 不哭 不要不要 妈妈不要我就要娶小媳妇 妈妈爸爸我就要娶小媳妇 妈妈 月安 别冲动 既然阿旺想娶 那就顺着他吧 没事 阿旺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认定的事情 谁也改变不了好 我可以让你嫁给阿旺 沈董 我看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情 现在 可是阿旺哭着要娶我呀 那你想怎么样 我也不是说嫁就嫁 说不嫁就不嫁的 想让我嫁给阿旺 可以 拿出诚意来 我可以拿出龙腾集团一成股份 作为阿旺的聘礼 龙腾集团的一成股份 那可是值几百亿呢 这手笔简直太大了 一成的股份 沈董 你哪发叫花子呢 那你想要多少 五成股份为聘礼 另外 再给阿旺转四成股份 只有这样 我才会嫁给他 周六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我跟了四成股份过去 同样也会变成你 再加上你的五成聘礼 你这上下嘴皮子一碰 我们龙腾集团不就是 别太过分 江阿姨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我这也是想着欢欢 我能有个保障 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 那我就没办法 跟阿旺在一起了 我不行 我可没有 毕竟选择权还是在你手里呢 阿旺 你愿不愿意 把龙腾集团的九成股份 转给我呀 愿意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灵灵 还是你能行 能把龙腾集团 掌控在手中 可比邓独家与沈家强多了 那当然了 沈家大少爷又怎样 还不是一条句话的狗 当我彻底掌控了龙腾集团 我要让他们一家人 全部滚去要饭 宝宝 你再说一遍 我回来 我不要 小媳妇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吗 我要娶小媳妇我要娶 你知道 他想要什么吗 他想要我们家亲家荡产 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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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这个女的也太有手段了 谁让沈家的把柄在人家手里 沈家这万一资产呀 看来啊 要比这大少爷的败光了 阿旺 我回来 阿旺阿旺 阿旺阿旺 你不能挂下我们 阿旺回来 跟我去阿旺回来 阿旺 阿旺阿旺 阿旺 跟你说你 阿旺要稀有三长两段 我找不了自己 明明是你推的阿旺 跟我有什么关系 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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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真是太好了 阿翁 你現在就讓你爸 你一份股份轉讓協議好不好 只要股份轉過來 我馬上就嫁給你 這麼著急啊 那當然了 你不是從小就嚷嚷著 讓我當你的小媳婦嗎 今天我就要嫁給你了 你難道不著急嗎 是啊阿翁 你還弄著幹嘛 快讓你爸轉股份啊 周梁 你別太過分了 你這麼肆無忌憚惱 惦記我們沈家的家長 你真當我們好欺負是吧 沈家或許不好聽 但是你這傻大哥呀 可最聽我的話了沈董 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 你要是再不把股份轉過來 只要我一句話 就能讓阿翁恨你一輩子 你們也不想這樣吧 你 好的很 阿翁 他愣著幹什麼 趕緊讓這老不死的 把股份轉過來呀 你是個傻子 你這個傻子居然敢打我 打你怎麼了 媽媽 一邊惦記沈家的股份 一邊冒花 周琳 你可真不是個東西 你這個小畜生 既然敢打名利 我告訴你 你這輩子都不想娶到我女兒 我給你臉了是吧 傻了 傻了 畜生敢打我 你先別說話 傻了 你 你不傻了 你覺得呢 好 剛才你好像說 不轉股份 你就不嫁給我了是吧 不是的 我剛才那都是開玩笑的 開玩笑 爸 我可沒跟你開玩笑 爸 爸 這巴掌為的是我媽 打你捧高踩低狼心狗肺 這 為的是我爸 打你尊卑不分出言無狀 爸 你這 這 只為我自己 原本你們一家本本分分 我可以讓你們一輩子 吻滑不滑 但你這 這一切都是你們自己多美的 不是的 好 好 不讓他們滾出去 不是滾出去 好好好 好 不要 我錯了 真的我錯了 你給我一次機會 我真的過了 你來了 放了我 這真是真假呀 沒想到這水家大少 微服清醒以後 竟然這麼果斷 這手段呀也太伶俐了 今後這全球商圈呀 恐怕要更加熱鬧了 啊 啊 你沒事吧 啊 我已經沒事了 沒事就好沒事就好 啊 恭喜沈總 今日 我沈家雙喜臨門 突襲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